漢堡 薯條 炸雞配汽水 像這樣高油脂 高熱量的東西 吃之前 可得想下 逛街吃美食從不忌口 再加上長期暴露在空氣污染 二手煙害環境中 離癌風險不停增加 一下飛機整個就是完全沒有辦法適應 就是空氣很糟 然後就感覺黏黏的這樣子髒髒的 癌症死亡時終再快轉 衛福部15日公佈106年 平均每10分鐘56秒 就有一人死於癌症 相較於105年的11分2秒的時間 略略快轉 縮短了6秒鐘 那就前十大十一年的部分 還是比癌症的部分比較多 大概有480037個人 另外106年十大癌症死亡率的排名 前五大為肺癌 肝癌 大腸癌 女性乳房癌 口腔癌 煙害 空氣污染 還有不當的飲食習慣 都是潛藏的離癌因子 可以戴一些口罩 然後嚴重的時候盡量避免外出 最重要還是運動 讓自己的免疫系統比較強 醫師也強調 體重突然劇烈下降 傷口血流不止或出現莫名的癒傷 都可能是癌症前兆 要特別注意 癌症雖然有25%的機率 來自家族遺傳 卻有超過50% 是和平常生活習慣有關 時時注意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癌症自然遠離 接著韓志欣 劉悠珍 台中採訪報導